- 車站這邊 - 最愛的 - 對 3.5代的Focus - 2018年的 - 事我介紹一下 我叫柯P - 很高興為你服務 - 喔 - 因為你高興的太早 - 這裡都白白的耶 - 哇 這樣就好了 - 可以耶 - 班金都不錯耶 - 阿天 輪胎了 - 白色是 白色是 - 魚肉魚 - 相給我吧啦 - 阿天啊 - 哈 - 阿這也是白的 - 跟什麼一樣啊 - 你看 哇 恭喜你 或者你看好車 红柔素橡胶繁原季 最专业的通路惯产品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PuffDの 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はい 柯P你看看 これ啊 上次 網友不是問我说哪里買的 上次沒有這個 哇 突如其矮 你看 這是我們的新的乾爹 塑膠換液劑 塑膠換液劑就是噴到全車的塑料 就是黃瓜材質的黑色的部分 其實這個使用其實蠻簡單的 需要先把板件先擦拭乾淨之後 不能有水 當然是要擦拭乾淨之後 再把它噴上去 靜置大概三到四分鐘之後 再拿這個布 再把它擦掉 它的特性還不錯 清爽不油膩 不會沾到你的什麼 沾到衣服啊 丟油啊 垃圾嗎 買這個不會 它噴完之後 效果就會變成很光鮮很亮麗 不要一直噴太多 等一下變成塑膠了 還是說會還年是不是 對 還年噴一噴 慢慢變一隻一隻一隻還年了 不會啦 不會那麼誇張啦 那它可以用在哪裡了 喔 很多囉 只要是車子黑色的東西 比如說輪胎 有些側裙啊 桑花材質 整個車的啊 前後保管 以及水箱護罩 也是有黑色的有沒有 都可以噴 機車都可以 哦 騎個腳髮的 腳髮的把 European 變黑的有沒有 久了變成白色 噴一噴完原 喔 它滿好用的耶 它滿好用的喔 但是你這樣說 實在是看不懂 看不懂也快了 要不要教一下大家 那我順便教大家 要怎麼洗車好了啦 好不好 來來去操作給你看 好 走走走 欸 對 上次沒有這一條 這個就是這樣啦 我順便講教好了 你看 我這樣賣電話的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帶到頭上了 有沒有 帶到頭上 嗯 好啦這不是重點啦 走我們等一下去操作 走走走走 來去洗車 洗完擦乾了這罐就可以用了 你看大家可以這樣噴 就這樣噴有沒有 都可以噴 走 耶大家好我是柯比展身人士 今天要來洗車 教大家怎麼洗車 洗車不簡單的啦 啊 你怎麼 再上班要處理好 我先帶走 這樣就好了嘛 不行啦你要揪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先用水槍 人家一般自助洗車嘛 10塊錢投下去先噴 先把外表啊 衝啊全部都要衝 細節就是 比如說 像那個 久了是不是 你看灰塵都卡在這個縫隙 對 都要吹 這個都是要用水槍去打 好啊 還有一個重點 車子如果很熱 假設你剛高速公路下來 你車很髒 要灰涼家或者要幹嘛對不對 他去載汽啦都沒關係 你先摸嘛 輪胎如果很燙 不建議直接用水槍衝 好先看 如果這邊很燙 就先洗外表 這邊就不要沖水 如果你是冷車了 那就沒差了 熱上冷縮嘛 點板容易變形 變形了 我們有一集有換的 可以去參考一下 啊水槍我建議 我的習慣裡面都會沖 把裡面的砂石沖下來 不然你車子本來是1000公斤 開到最後變成1100的 那都是在塗在那邊跑來跑去 好這都要衝 走吧 我們直接操作好了 來囉 開分 SR 啊水槍有那個寬度啊 不要用最強的 嗯 這樣會把機打壞了 用寬的 你就自己斟酌 我先把表面的石頭沖掉 剛剛有講到這個嘛 我習慣性都是會 把裡面也沖一沖 有沒有 裡面沖乾淨 不然裡面都是石頭啊 什麼之類的啊 有些車啊 它有車側 車側就是 超級的鋪啊有沒有 你應該有看過吧 裡面都是土 嗯 有時候有些車你這樣沖啊 用水沖 它石頭就會一直跑出來 我知道 二代Pokes應該有 對啊 有沒有 它裡面的石頭就會 洗出來了 超多石頭的 嗯 越髒跑越多的 有些車放在外面不是 嗯 漲都快漲青苔了 對啊 這邊也容易 所以有時候水槍先沖 也可以沖很多吊 哇這個啊 這個可以裝上沖 那如果停在外面 有一些樹葉什麼的那個 我去建議如果還沒洗 洗之前那先撿一撿 因為 樹葉你沾到水都黏住了 反而有時候你用風槍也吹不走 你就要騰起來 其實如果長期停在樹下是不好的 因為第一有鳥屎 第二有樹葉 因為樹葉會甘水 水會比較重 反而生鏽 我現在要噴那個鐵粉 啊這個是柏油 這可以一起噴 對啊 我都習慣都會兩個一起 其實這個 垂手可得啦 太多可以賣了 鐵粉就噴上去 其實讓它搖 那這個可以噴玻璃啊 可以啊 這個都可以搖啊 好啊 因為柏油不是到處噴 你看輪胎這樣噴 一定是 從這樣噴上來 可能就互定葉子板那邊才會噴到 柏油其實柏油噴這個也沒關係 因為你看輪胎不在跑噴上來 有沒有 這樣噴嘛 柏油的地方可能就是 這邊會有柏油 其實引擎蓋比較不會 你也可以分開噴都沒關係 其實我比較習慣就是噴底下 讓它搖一搖 讓它搖一下 啊等一下 有些也會直接上泡 可是我個人習慣會先把它沖掉 再上泡泡再洗 因為它分解了 可是還是有 雜質在上面 細縫那些要清嗎 我跟你講啦 如果車子放久了 其實這都會藏污納垢 尤其是白色的車 白色的車刷過去要黑跟白有沒有 黑白要分明就很好看 欸欸再滷啊 其實用那個 藥水啊 內裝的藥水 不要太厚 再咬一下刷一下 清一下 壓刷也可以啊 很多那種刷子 幾百種 好啦 我先洗掉了 洗掉之後我等一下再教你們怎麼刷那個縫 其實如果這樣洗過的話 你的表面應該會比較 比較油啊 對了 如果你在沖這後置鏡啊 好 你這樣沖前面 沒關係 可是如果有泡泡 這一面 盡量不要用水一直沖 因為馬達在裡面 對 如果真的有就是大概這樣掃過去就好了 我們現在車很多裝後鏡頭 後鏡頭也不要用水槍直噴 因為這是有壓力的 其實一般來講泡泡都是掃過去就好了 沒有泡泡就不見了 好 不建議這樣一直沖 假設鏡頭一直沖它一直沖它 到時候進水 好 好 下級再來 沒有 你爛了是不是 沒有啦 泡泡不是越多越好 其實就是均勻就好了 好 不是把它上到這樣一堆 沒有用 一樣的效果 對 全車均勻穿到全部都有就好了 好 下個步驟 下個步驟把它洗乾淨 然後就手套要戴進來 天氣冷 但這樣比較熟才不會那麼冷 其實這個洗啊 比如說奧縫啊 可能就會這樣 慢慢刷有沒有 其實洗車如果真的有 有些地方沒有刷到 假設這樣跳過去這個角落沒刷到 再來就是我們把車擦單件的時候 就是稍微掐一下就好 就是 Q小杯 對啊 把它弄好一點 好 有些你在洗的時候小心啊 手不要撞到 鐵排啊 什麼之類的 還是會受傷哦 如果沒有很髒的話 其實你在洗的時候這個縫隙 它這裡有遇過那種就是假設裡面的縫隙 都白白的 都是你們的蠟 蠟搭太多了 因為不然你要 Q位置 就要收尾 要收得很漂亮 不然都白白的 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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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如果你的洗完之後 你大概摸一下 你如果你的表面還是粗粗的啊 有沒有 有些人會拿那個 黏土布 我們也有拍過黏土布嘛 對不對 我還是建議你要先把這一層 先把它洗掉 一樣把髒污沖掉 再上泡泡 泡泡再多花10塊錢 把它上去 這樣用黏土布把它跑過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萬一它有石頭 石頭 小石頭 碎石頭 什麼雜七雜八的 對 你這樣刮來刮去 你表面油都灰了 因為你省了10塊錢 再次跟一些女性的朋友 聲明一下 老公或者男朋友去洗車 一去三四個小時 這樣常陪 他們真的是洗車而已 可是重點難了 如果回去車是髒的 那我就不知道囉 泰山你知道嗎 有些人去洗車 洗完最後本來要打蠟之後啊 他們會多花10塊錢 你知道幹嘛嗎 幹嘛 要先把這個地板剩乾淨 再擦乾 到時候再上蠟 因為你泡泡 不喜歡 你看 泰山你看 底下在留言了 就是真的有人 好 我們就不用跑黏土 因為這個之前做過了 好啊我等一下教你們怎麼把雨簽有沒有刷乾淨 雨簽很簡單嗎 第一上藥水 一樣嘛 剛剛不是有咬過那個 鐵粉也有咬過 要把它洗掉 所以這個也是鐵粉 這個你看 其實輪胎也可以洗 這不是鐵粉 這是我們的藥水 讓它咬一下 有沒有 這樣刷有沒有 其實這個都可以刷 有沒有 你看這個水質很垃圾 你看 哇 咬一下就出來了 有沒有 這也是垃圾 我都會喜歡把這個螺絲 但是這個螺絲要洗好乾淨 這都要洗 我跟你講 很多人喜歡裝那種 BPS啊 網狀的那種 我洗到那個 我怕要放掉 那一腳還要洗 要幾點錢 啊有些人會很 比較愛乾淨啊 甚至裡面這個 他們會刷到裡面去 裡面去可能就是 買個比較長的這個 刷 路到那裡 可是老實講呢 一個可以要刷很久了 反正就是刷 這邊洗完 尤其這個 這個都被忽略的 哪裡 這香 只有洗褲 那你改兵 隔壁 隔壁都洗不乾淨嘛 這個啊 這個其實這個都會 這個也要刷 藏屋納購啊 哇 這個整圈 整圈 這個其實這一圈都要刷 那就慢慢裝了 但人就是這樣嘛 這樣就很快樂了 所以我裝的那種就是 比較簡單有沒有 四隻 五隻 六隻 這樣就好了 你看這二 四 六 八十 要刷十隻 原來你是 尤其是什麼 這個縫隙裡面 就是類似像一個三角形嘛 三角形就一個角 兩個角 這三個角比較難刷到這樣 假設這個都刷好了 我 會看到這個比較髒啊 其實這個 我也會把它噴一些藥水 假設你這個 刷一刷就感覺上 這樣子 感覺工具要買蠻多的 其實還好 我就三隻而已啊 一般都有啊 我跟你講 男人的後製箱 一定留一些 騎車的工具 或者 一輩子沒拿出來 可是他還是會放 這樣就衝了啊 好 好 金光閃閃啊 有看到嗎 有耶 蠻乾淨的啊 對啊 有刷一定有差的啊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デュアルレンズ PuffDの最專業的 スプレー缶製品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 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這是白色的車 嗯 這白在黑嘛 我說白色跟黑色要分明 就是 裡面 哇 像這個 這東西都會髒髒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你說這個啊 對 就是這個要刷過 好 有些可以用藥水 也可以用辣 出辣然後打一打 吹一吹 我只把這個裡面刷乾淨 水沖一下 黑跟白分明就很漂亮 其實這邊應該蠻髒的 對 這裡 像這裡 對啊 其實都可以刷 這樣刷過去 可是刷過去要打蠟 不然有點牙刷的刷過去 很急 啊一般來講 這個弄好之後 你打蠟要打漂亮一點 就超漂亮的 尤其是白色的車 黑白分明 看起來就很爽 所以很多有 有沒有 怕這個會髒 都會用怎麼樣 把它貼那個 杜洛了有沒有 杜洛上去 可是杜洛 這個氧化 變黑的 這樣就看得出來了 這邊這樣看就知道了 對對對 就黑一點了 對啊 你加加加加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沒有有 黑的 看得出來好不好 如果洗完之後 就簡單就把它擦乾 有些會用風再去吹 然後把它吹吹乾了之後 再上蠟 甚至你要鍍膜都可以 這個時候都乾了 關鍵劑也可以上了 對 好我建議假設你現在擦乾了之後 再用風槍 不是這樣很濕就開始吹 對我跟你講 你要頭大概 搞不好五十塊還沒乾 因為有時候 辣怕水 在鍍膜的時候 當下也是怕水 對 它全部乾了之後才繼續用 這時候就是我們恐龍就可以上了 辣用完 這個用完 整個車好像新的 回去你就很高興 好 今天洗完車了 現在洗完乾淨之後 甚至要打辣 鍍膜 都可以用了 可是我們今天要來這個 還原一下 要把這個塑膠翻煙一下 噢噢噢噢 噢噢噢噢噢 恐龍的塑膠翻煙劑 這個 在噴的時候啊 距離大概20公分嘛 有沒有這樣噴 水道次車黑色的都可以噴 噴完之後 照用這個布可以擦四 整車的這個 黃瓜材質都可以噴 重點來了 現在買這個恐龍 嗯 他還送你這塊布 3月6號到3月31號 現在購買一瓶就送你一條 不然就好了 你買一條不送你一罐 3月6號到3月31號 它有這個喔 它可以長達3個月 可以撐那麼久 對 可以撐3個月 那不錯啊 這噴到氣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看不會啊 油油又亮亮 這條豆子 它還有潑水的效果耶 有沒有 欸 真正黑金黑金你看 真的耶 有沒有 全都黑金 只要是黑色的 像剛剛這些錢包桿 黃瓜材質 好 條啊 比如說這個 後製鏡這個黑色的啊 剛剛你說這個 鏈都不可以 嗯 只要是黑的都可以噴 對啊 像是 欸這個剛剛有洗乾淨了 我們這個裡面都可以噴 有沒有 保重啊 保重啊 保重也可以噴 其實如果齁 假設你怕噴到玻璃 其實你也可以噴到 假設噴到上面 好 這樣擦就好了 有些人比較謹慎的人 我覺得這樣用 很漂亮喔 啊對 這個啊 這個我們剛洗過了 嗯 它就會很乾淨可是白白的 對 好 假設來 擦上去好了 噢 噢 這個沒有這個 這有回到 這裡有回到啊 對 這裡你看 有差滿多的 有 有差 這邊會比較亮一點 對 我們再擦一下了 而且它這個不會很油 對 它不會油啊 摸起來不會油 清爽 重點是 沙去沾到 沙也不會流汁 噢 淡淡的香味 耶 好 交完了 洗車的步驟 怎麼洗啊 影片就有了 其實這個洗完 剛剛用這個 擦拭乾淨之後 也真的超棒的 尤其這個你看 如果一般你用這樣擦的不好擦 這樣噴的是最讚的 記得這次活動喔 3月6號到3月甚至1號 買恐龍 歡樂園記送這個 超舒適的薑圍布 一條 只要一罐就送你一條喔 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開啟全鈴鐺 好 恐龍歡樂園記 真的是超棒的 耶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PuffD ご覧のsponsorの提供で 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BuffD 混音 超鮮的 不愿意 2個 4個 5個 農水 0個 4個 6個 1個 1個 2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